對方美食街 學生來來去去 有的店家 店內有零星學生 有的卻直接前門禁閉 小子化影響招生 學校商圈人潮未來可能更不樂觀 文大這兩年的確少招了不少人 所以其實中午到下午 其實人潮有明顯的減少 多少成 我覺得至少兩三成逃不掉吧 學校招生人數減少 商圈店家首當其衝 根據教育部 一百一十三學年大學新生招生迷了數據 一共有十所私校招生數量大減一到三成 其中文化大學減招八百位最多 其次為真理大學四百四十名 長榮大學三百一十一名 減幅落在兩到三成 招生人數少的話 那學生就少 那因為學校宿舍的問題 那當然是學校宿舍如果住不滿 怎麼可能到外面來住 小子化問題 讓各校祭出減招祭存來應應 店家又幹 房東同樣苦不堪言 學校旁招租看板伶俐 房東坦言前幾年都滿租 現在卻連問房的人都少了一半 像我們這屆是三個班 然後下一屆就變兩個班 然後現在大儀只有一個班 讀的科系就是比較少 再過幾年應該就會慢慢的 可能收起來這樣 對於減招狀況 各校皆不回應 但根據了解 部分學校預估三到五年內 都不會有戲遭到抬撤 老是短期內也不會面臨實業風險 但專家市井低於三千人的私校 都屬於高風險族群 不排除這幾年將會有越來越多 私立大學走向退場 三千人喜歡這塊輪傳台北 再報報道